我在大串上 你说多个事 哈喽 这是国王花园水池里面的一只龟 估计想逃出来 看见没有 他拼命的往沿上扒 这是水葫芦吧 我们老家没这种东西 应该叫水葫芦 看见很聪明的 她已经成功了 不是这种东西 你不能带走 这小小小小的桂子会出现 是屁股的 是屁股的 它刺激了 它是屁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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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的屁股的 这个叫睡眠 这个叫最窝寺 很老的一个,实际上是斑驳了 那里面呢,我们看那个是什么? 我们老家叫肥猪菜 用来养猪,不计是怕被红锤爬爬爬吃的围起来了 你看这边呢,特别是这一朵叶子都被大鱼吃掉了 然后还有荷花,我看了标白荷花也来自中国 这边很多东西来自中国,说不定这鲸鱼也是 看见很多这个荷叶 它这个鱼它是长的,它装在地下的一个水缸里面,看得见吗? 那个,有点反光,可能看不太清楚 钢岩,因为光照着看的有时候会以为是光 但是实际上是一圈沿儿 就那个水躺着那个河叶的旁边 其实很多,很多的 在避免把人照进去 回避人了,太不行了 那这很多水葫芦 那个乌龟还在爬 那个乌龟还在爬 小孩跟着那个乌龟 有很多毒子,还有什么 这种草 这毒子旁边的最左边 这我们老家叫王子草 它跟芦苇不一样 长得出来的特别大 这个花絮 芦苇是单根的 看见这条大鱼没有 这样的皮鳞都被 估计是被细菌腐蚀了 掉了很多鳞 潜到水里面 这有猫头来了 这个是什么植物 有植物 在这边人们会用手搓一下 在植子上面 摸一下,然后闻闻它的气味 然后就可以感觉 它是什么 这应该是一种 粒粒 水瓦三粒粒 它们全部是水南瓜 也不知道是不是是南瓜